欢迎来到PokaPoka故事村 我是村长Poka 在这个节目里 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们的Podcast节目 Poka村长的故事时间 以及YouTube频道PokaPoka故事村 也请听我们分享节目 给身旁的家人与朋友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哦 有在上学的朋友们 最近是不是都已经开学了呢 如果你得回学校上课 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是期待着可以与好久不见的同学们相见 还是忐忑不安 不敢走进教室里呢 而这几天 PokaPoka村山上小学也开学了 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小河童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吧 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 今天的日记是 9月5日 狂貌冷汗 今年的假期 对山上小学的我们而言 是最长的一个暑假了 虽然期待着开学之后 可以与好久不见的同学们相见 但真的面对了开学 我却有一些忐忑不安 大概是因为 要过着每天早睡早起的生活 不能够一直待在家里 或是出去玩耍 还得走好远好远的路 才能够到学校 而其中最让我紧张的是 要面对学校的同学们 前几天走去学校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暑假的时候 也又和玛雅见面 还跟杰西一起回学校打扫教室 甚至也有短暂的 跟班上的同学见面啊 而现在 只是要长时间在学校 跟全班的同学相处而已 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啊 可能有点害怕 和大家没有话题可以聊天 或是担心 过了一个这么长的假期 大家突然就忘记我了 怎么办 甚至还想到 大家会不会突然就不喜欢我了呢 这让我想起 刚刚从南方小岛的小学 转学到Polka Polka村的山上小学时 一走进教室里 大家都盯着我看 当时 我忍不住会猜想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 这位新同学好奇怪啊 这位新同学 怎么是绿色的呢 哇 来了一个怪人啊 越想象大家的反应 我的头就垂得越低 现在 大家虽然不会这么想我 不过可能会想 哎哟 小河童 比以前 又长得更绿了 哦 真不想要坐在小河童旁边啊 小河童 变得好奇怪啊 哎哟 在我陷进这些可怕的想象时 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学校了 因为实在是太紧张了 我从窗外偷偷看着 正在写黑板的丽娜 思考着 什么时候进教室比较好呢 结果 班上的小鸟啾啾 一直在旁边 对着我 啾啾 啾啾的叫 好像在催促我 赶快进教室上课 等我一下下啦 我还要做一下心理准备 偏偏这个时候 船来了 哈哈哈哈 小河童 你也到了呀 一起进教室吧 是你哦 哎哟 可以再等我一下下吗 大家有猜到 最后催促小河童 进教室的那位同学是谁了吗 没错 这是玛雅 正在收听本节目的你 不论是得回学校上课 或是在上线上课程 不知道 你们第一天开学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非常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另外 第三回的村长信箱 现在正在真见中 请别害羞的 不管是透过留言 私讯 甚至是给予五星评论的方式 讲想说的话 告诉村长 就有机会和 剖卡剖卡村的村民信件 一起被村长念出哦 Instagram 与Facebook的连结 请见本集简介 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小河童 欢迎大家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 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 一共三册 也非常欢迎大家 用一杯咖啡的钱 支持村长发展 让村长能够讲 更多村民的生活 带给大家哦 赞助连结 请见本集简介 那么 剖卡村长的故事时间 我们下周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